今天我打算來將普通的電扇改成遙控 為什麼要改成遙控 因為電扇不可能離我們太近 那起身去關電扇對年輕人是簡單的事情 可是對老人家我覺得非常重要 尤其是家裡有年脈的父母的人 最好將電扇改成遙控比較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桌上這支電扇好了 那這個電扇就是四方形的 那中間有一個小馬達轉動這個 這是電動的 另外一種是機械式的 機械式的話這個部分就沒辦法遙控 那這個遙控的轉盤的話有馬達的就可以用 然後這個不是很重要 最主要是這個開關 它有123檔還有一個旋轉 那這幾個檔位我們都可以用遙控 我們來試試看 一檔兩檔三檔 然後旋轉有沒有 那這支電扇功能是正常的 可是就是使用上不便啦 那我們先把它拆開來 它有10根螺絲全部拆掉 總共拆了10根螺絲 那這種電扇 你在拆的時候一定要非常小心 因為它這邊有一個滾珠 就是你在做弧央角的時候 有卡卡卡那種聲音 這個要特別小心 不要讓這個珠子彈掉了 大概有一邊而已啦 就這樣子 那我們這個就小心一下 不要讓它彈掉了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一個要把它拿掉 那我們用了一個很便宜的電風扇 遙控器 就長這樣子 那風量有大中小 還有一個導風的轉盤 總共四個接點 1 2 3 它導風 一模一樣 然後這兩個電源 那這個是公共滴線 就這樣子 那 就把這個拆了 因為這個東西也是要有地方擺 你看 擺不好擺 這地方都不好擺 那這個地方剛好有個位置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拆掉 那我們先把上面的這個線把它焊下來好了 一條 那你要記住順序喔 黃 紅 還有藍 其實沒有記住也沒關係啦 到時候在遙控不對勁的時候 再Change就好了 那這一條就是 風向轉動電機的那個線 這一條 剛好有一條也是黑色的 我們記住這個比較細 再來就是把這個拿走 那沒有電絡鐵的人喔 就直接把電線剪斷就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高中低還有轉盤 都接好了 再來就是接電 那接電的話 這兩個是電源 那這個是 公共線 那在接電源這兩條線是要特別小心 因為它兩個接點很近 你不要 讓它觸碰的機會 好那這邊的話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是公共線 我們就是再拿一條線 把它跳過來 好我們從這裡拉了一條公共線到這邊 這樣就完成了 那這個 我們就藏在裡面就可以了 那這個是接收嘛 那接收的話 我們最好挖一個洞 把它穿過去 那 目前我們暫時不做到那裡 好那 各位在裝的時候要小心這一個 剛才講的 有一個滾珠 不要讓它彈開了 就是有10顆螺絲 再把它鎖回去囉 這個接收頭 就是從這邊剛好有個洞樓出來 那到時候這邊再用膠帶貼起來 就OK了 那最重要是 能不能如我們的預期 可以轉動 那這個紅色是On-Off 然後這是風量 一檔 第二檔 第三檔 有大中小 很明顯 然後有一個是轉向盤 在這裡 轉向盤 那不要的時候 紅色按一下 就全部關閉了 所以說 這個改裝是非常容易的 像它上面都有一些說明 哪一點接哪一點 這個都講得非常的詳細 那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不妨買一個遙控器 自己來加以改裝 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謝謝各位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110 1 2 1 1 2 3